二元一次联力方程式的解题 我们来看一下有哪几题 我们来练习解一下题目 好,第一个题目 以支甲骑脚踏车,以用步行 沿相同路线从AD到BD 若已先走6公里 甲才出发 甲出发一小时后 两人同时到达BD 若已先走一小时后 甲才出发 经过半小时后 甲才追上已 求AB两地的距离为多少公里 那这个地方我先把它标注一下 这是第一段 很重要的关键语 这是第一段 那后面这是第二段在哪里 第二段在后面 若已出发后一小时 甲才出发 经过半小时后 甲才追上已 这两段话要作为我们列式的依据 我不知道同学会不会看到这一题会不会傻眼 不知道怎么解 如果是不知道怎么解的话 你再从题目来看一下 怎么去假设 这有点像速度的问题 有距离有时间 是不是算速度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 甲的速度是x 乙的速度是y 可不可以这样假设 当然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解题 好 题目在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有画了两段 若已先走6公里 甲才出发 甲一小时后 两人同时到达bd 好 我这边有画一个辅助线 我们第一个先了解 设甲的速度为x 时速为x 乙的时速是y 那所以呢 甲出发后一小时 是不是等于x乘上一小时 是不是它走的距离 距离我是不是可以标上这里 对不对 那这边是ad 这边是什么bd 是不是就可以a到达b 那这a到达b是不是等于x公里呢 也可以这样算 那我们 那乙呢 是不是先走6公里 换乙再走 y的速度 是不是这也是一小时 一小时 乙是不是走了y公里 所以我们就可以列第一个式子 甲走一小时的距离 等于移走一小时距离之外 还要再加上6公里 它先走的 两个距离才会相等 第一个列式这样列 不知道同学懂不懂 不懂的再看一下 右边的这个图形 那第二段 又是一个给我们列式的观念 是不是两个人 如果甲走到目的地 甲不见得说走到目的地 甲走到某一段距离的时候 那乙跟它走到同样的一段距离 那请问你 甲走到那个地点的时候 花了一小时 甲是走到半小时 就跟乙同样走到相同地点 乙是不是已经先走了一小时 再加上半小时 乙是不是从这边先走了一小时 再加上半小时 那甲呢 完成这一个步骤 半小时就把它完成了 是不是 甲半小时走的距离 是不是等于乙要哪 一个半小时走的距离 所以甲走半小时的距离 是不是就等于 移走一个半小时距离 我们来看列式在这 甲走半个小时 0.5小时就半个小时 等于移走了一个半小时的距离 若是这样子会列式 我们就可以解题了 我们第一个题目用什么 用带入消去法来解 x等于什么 从第二题 把它左边乘两倍 右边乘两倍 x是不是等于3y 就得到这一个 那将这x等于3y 带入1 把x改成3y 对不对 是不是就可以得到3y 等于y加6 那y就等于2y等于2y等于6 y就等于3 那再把3带回到哪一个 第一次 y等于3 3加6 是不是x就要等于9 所以这一题 x等于9 a就已经算出 x相距的距离是 甲 甲轴的x 是不是就从a走到b a到b就是相距9公里 这个解完 第一题 我们看一下 范例2 小微的家人和阿华的家人到阿荣餐厅用餐餐餐馆的计费方式和小微阿华的家人组成 如下表 已知小微的家人供花了860元 阿华的家人供花了680元 请问表中的sy值为何 请问表中的sy值为何 sy在这里 那是不是 小微加140公分几上有几个人 两个人 阿华加有几个人 也是两个人 那100到140公分有几个人 小微加有两个人 阿华加只有一个人 所以他的组成分子已经知道了 所以我们可以列试是不是2x加上2y 是不是小微加花的钱 那阿华加就是2x加上y 是不是要等于680元 我们看一下解题是不是这样列试 好 题目已经知道了 所以1提议可以得到2x加上2y等于860 2x加y等于680 这个题目很简单 因为什么 s的系数一样 由1减2 为什么要1减2 因为这边860 680 860比较大 所以用这系数一样用大的减小的 所以1减2 那2y减y是不是得到y 那右边就等于860 减掉688 等于180元 y等于180元 那带回谁 带回第2次 带回第2次 那2x不是就等于1680 把y搬过来 不是就减掉180了吗 680减掉180 不是等于500 那2x等于500 那x就等于250 这个就是我们算的答案了 所以 每人消费140 40公分以上 要250元 100到140公分 每人消费是180元 好 范例2 我们就解完了 我们看一下范例3 2年3班 共有学生45人 某次数学小考 全班的平均分数是78分 女生的分数是80分 男生平均分数是75分 则2年3班男女生各有多少人 好 这一题其实很简单 这一题解出来的话 这样设男生x 女生就是y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解题 题目仍然在上面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男生有x人 女生有y人 所以依照题目的意思就是说男生加女生是不是45人 我就可以设x加y等于45 那男生那男生考几分数 男生平均分数 男生平均分数考75分 把这75乘上男生的人数是不是75x 80分平均分数 80分平均分是女生的 80y等于80y等于80乘上45 我们在做题目的时候 同学有些时候这个这个题目并不要把它乘起来 80乘45 78乘45 并不要乘起来 我们尽量用分配率来去解 好那我们看怎么解 是不是用第1次减第2次呢 80 第1次减第2次先做这个 80x减7数是不是得到5x 再来80y削80y 这是不是都没有了 这一项都没有了 剩下谁 有80个次数减掉78个次数 请问你剩下几个次数 是不是剩下两个次数 两个次数等于多少 等于90 5x减090 那是不是用心算很快算出来 s等于18 那将18带入第1次就好了 得到45减18 y是不是就s带18 那y是不是就45减18 y就等于27 我们得到答案是 男生18人 女生27人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解